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随着六州选举步步逼近 那各阵营现在都在备战的状态 议席谈判也快进入尾声了 今天很久都没有公开露面的 雪州国盟主席阿兹敏就表示 目前国盟在雪州的议席分配已经完成 并且提成给国盟中央领导层了 而阿兹敏他是信心满满地表示 国盟放眼在雪州56个议席当中 一举夺下33个州议席 阿兹敏说 根据选委会在第15届全国大选 收到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 那在雪州议席方面 有其中9个席位 国盟是以不到5000票的票数差距落败的 因此只要国盟再努力拉票 要赢下雪州政权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好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雪州国盟主席阿兹敏今天出席活动时强调 由于在第15届全国大选当中 部分议席国盟只是以不到5000票落败 所以阿兹敏相信 只要国盟在来临的雪州选举当中 再争取多获得1000到2000张的选票支持 就有望夺下更多的议席 农业部副部长陈宏坚表示 我国的猪肉供应 虽然受到非洲猪瘟的冲击而减产 但是目前市面上并没有出现猪肉短缺的情况 消费者还是可以在本地猪肉 与进口冷冻猪肉之间进行选择 基于国内持续炎热和干燥的天气 副教育总监诺丽莎昨天发出通告 指教育部决定从即日开始 国内所有学校必须立即暂停所有课外活动 另外高教部长卡丽诺丁说 大川院校的课堂和户外活动 暂时不会因为当前的热浪现象而展颜 明镜市前面 大川院校的游客 oldое 大家 backend 每天的热浪 197 到达 排周 我跟你 中旨 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